灰熊在休赛期需要做什么调整 放弃狄布鲁克斯 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灰熊被胡人以下克上创造黑漆奇迹 他们当然有足够的伤病情况作为借口 莫兰特手腕受伤缺席一场 亚当斯无法出战 克拉克也无法出战 伤病确实是理由 但如果把一切都归结到伤病这里 并不能客观反应情况 莫兰特手受伤确实影响了他发挥 但也要看到在常规赛时候 莫兰特健康状态时 灰熊也没有绝对把握能赢胡人 而且灰熊赢胡人的一场球 还是靠得莫兰特单捷疯狂39分 这就说明灰熊的整体实力 其实是被他们的常规赛成绩所高估了 就算亚当斯和克拉克不受伤 灰熊就有绝对赢胡人的把握吗 灰熊在跟胡人的系列赛里 暴露出来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外线缺少三分射手 他们队伍里能投三分的 只有贝恩 肯纳德 阿尔达玛和琼斯 这几个人里面 只有贝恩是绝对主要 其他人是打替补更多 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独立只有贝恩这一个三分点 还怎么打高端局 灰熊不可能去撤换掉莫兰特 也不能指望莫兰特 练出一手神准的三分 内线的亚当斯也好 小贾杰克逊也好 或者蒂尔曼 克拉克 阿尔达玛 也都难以有更换的好对象 那么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只剩下狄龙布鲁克斯可以动了 也只有动他这个位置 才是解决外线投篮问题的最好下刀选择 灰熊队内目前最理想的人选是罗迪 他同样非常壮硕 且有一手三分 但是缺点还是太智能 灰熊不能放弃机会等着他来成熟 所以去市场上找个3D 即战力是最优解 灰熊这赛季 不是没动过这脑筋 布里奇斯他们愿意出四个手腕来换 只是篮网看不上他们的手腕 而猛龙的阿努诺比 他们也在寻求交易过 但未过 新赛季他们可以继续追阿弥诺比 但如果谈不成 也可以把目标放在篮网的 罗伊斯奥米尔身上 他是个顶替 狄龙布鲁克斯的好选择